你觉得这4400多块钱跑了将近24000公里划的来吧 大家好我是狗哥啊 前天我们发了个视频说我的插座还有充电枪又坏了 然后我又买一套新的啊 然后呢我就翻那个评论啊就有人说 我每年花在这个买充电枪搞排插的钱比烧油都贵啊 我拍这个视频没有其他目的只是说想告诉大家 我这一年 充电加油用了多少钱啊 到底是搬这些羊子贵还是说烧油贵啊 现在我们把车发起 给大家看一看我的里程啊 上面提示我又要去做第三次保养了啊 我还一直没去可能超了一两百公里了 向大家看一下啊 我的HEV里程现在是4111公里 然后EV里程来是一万九千六百七十三公里啊 这是表显的数据现在我们把这个显示屏打开给大家看详细一点啊 现在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能耗清单啊 呃我们现在是外接充电量啊一年多了 外接充电量是两千八百一十六度 然后燃油消耗量是三百一十一点三升啊 现在我们就算一下跑这个两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公里 它的总费用是多少啊 这个油耗啊 这个烧耗的燃油是三百一十一升啊 我们按八块钱一升算 然后这个电费啊 虽然我们没出钱啊 我们按六毛八一度来计算 看一下这两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公里总共是费用是多少啊 经过我们的计算啊 我们总费用是四千四百多 然后按到每公里来说我们折合是一毛八啊 就是两毛钱一公里 我觉得这个费用是很低的了啊 而且我的电费还是不出钱的 你觉得这四千四百多块钱跑了将近两万四千公里 划的来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好的充电条件啊 把你的充电设施搞齐全一点 搞安全一点一点也不为过啊 感谢各位关注啊 我们最近这几天一定会把我们这一年来的用车总结跟大家拍一下啊 告诉大家我们的用车成本都包含了哪些 然后这个车啊到底行不行啊 我怎么看 Sinatra alter事不被鬼 还搞齐ode